早安你好 从开门迎宾到行李运送 或者切菜备料摆盘的前置作业 这样的工作因应一例修增加的5%成本 饭店业者变通快 找来半职人员来替代 目前其实大概只有两三个percent 会是往增加的方向来进行 为什么挑半职人员 因为企业算的金 虽然同样给劳健保 工作内容也相同 不过半职只能享有正职一半福利 还能弹性上班 临时扣来救援 就可以省掉给正职人员的加班费 算起来的话会比打工足的再多一些 从街头扫到巷尾 立修后人事成本暴增的还有清洁队 光是新北市环保局年增三亿支出 台北市要多付8500万加班费 高雄市 新竹市 也都有上千万现金缺口等待解决 现在就有官员把脑筋冻到这垃圾车身上 像是嘉义市三月起 垃圾从每周收六次改为五次 台南市公有市场将少收一天垃圾 屏东市未来可能改成周三周日不收垃圾 觉得好扯哦 因为环境的卫生比较重要啊 一般除鱼的话你隔天 当天不收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臭味了 那如果少一天的话 我们一天台北市就省下65万 网友痛批连倒垃圾都受影响 不过立修效应还没完 地化街年货大街 预计在1月13日开跑 可以看到我背后已经有摊商人员开始在准备 不过现在因为一粒一修问题 人力安排也成为一大考验 过年档期兵家必争之地 人力绝对不能短缺 但卡在一粒一修 业者干脆天点钱提供独生 对啊 当然啊 会比较高 135啊 130啊 今年多50啊 政府还没办法直写 立修效应还在扩大 东森财经新闻六志沈玉腾 台北采访报导